各位都有把那個隨身碟的檔案卡幣在自己電腦裡面嗎? 各位都有嗎? 好,我們今天下一個單元是要講基本的Linears 檔案 我們提早講,然後等一下 因為這個單元實作的動作比較多 也許我們就可以留多一點時間給大家自己試 這個,我們這東西可能會 也許會延伸一點點到下午的時間 這個Session它的目標是說 我們可以在自己的環境操作大型的檔案 就是要可以瀏覽、可以看、可以搜尋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要了解 第一個是基本的命令跟它的運作原理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其實不太可能 我們一個科就把這東西真的教得很完整 而且我,其實我,像我個人所知的也是非常優先 只是至少說把這個,就比較基本的原理分享給各位 以後如果需要什麼指令或需要什麼東西 至少就會知道怎麼樣去Google或是怎麼樣去問等 好,那這樣子就希望有個開始 好,我剛剛講那個軟體Segreen 現在這東西是,是在我們的那個隨身解裡面 好,這個實際上我們是可以 它是從 它是從 從那個Segreen網上是可以自己下載 基本上準備隨身解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處比較多 怕我們的病患比較 好,這就是那個網站 它自己叫做 Gave Life Vinus Bidin on Windows 它其實它的安裝是非常簡單 它就是setup.es1.0 然後就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就結束 好,這樣就可以用了 可是有一點點要注意的事情是 之後我們也許會要更新版本 它這個軟體就沒有內建任何更新的可能 它更新就再重新再跑一次 直到Vinus Bidin 它就會自己幫你更新 第二個呢 我們第一次安裝 只是安裝一小步 就是最基本的功能 之後我們也許就會需要 想要再用別的東西 例如說我們可能 可能會想要裝個Compiler 或是想要裝個PURL 或是Python 的一些Library在裡面 那我就要再重新跑這w.es1 然後再多勾選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安裝 跟別的軟體不一樣 這安裝程式我們就要把它留起來 當然我們如果搞丟了的話 那我們再重新下載也可以用 下載的那個安裝程式 你重新下載它還是可以更新一下 你原本安裝的東西 對 那如果要把它保留起來的話 它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setup.es1 方便保留 剛好說要把它保留 所以我是建議就乾脆把它 先放在安裝路徑 然後我可能再去執行它 所以我第一個動作 就先把那個安裝路徑準備好 就是我是假設大家是裝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邊是已經裝好了 不過我們就只要在這邊開一個資料夾 然後把那個執行檔放在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把執行檔放在裡面 然後再點兩下就開始執行 那對安裝較熟悉的 這個學員請 可以是自己開始 試著 試著往下走 不過我現在會講 我這邊會繼續講安裝的步驟 那不然等我 大家也可以聽我講完 然後再做 那我這套點葉就是按兩下 它就會執行 那執行它一開始就會有一個 就是 就是有一個介紹 然後按下一步 然後這邊是說 因為它執行檔當中 會在即時下載資訊 然後我們通常都是選第一個 就是直接的Internet 所以我猜只有網路環境比較固 或是自安的那個 管的比較嚴的單位 才會需要在這邊做 再做設定 然後要裝在哪 我就選我們剛剛選定的這個路徑 就好 那底下是說 看是要所有的使用者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還是只有自己 因為我們的電腦 就是如果有多個使用者 多個帳號的話 那一次共用的話 就請大家再考慮這條選哪一邊 要不然就照它預設的 其實就可以了 再下一個 這是比較 比較 可能大家比較不知道它意思 因為它安裝的過程 會把原始資料 會把那個安裝檔 先下載下來 然後再去安裝 他說那個東西放在哪裡 我個人是建議他就放在一個地方 如果放在別的地方的話 之後不認得 又不知道那是什麼資訊 不知道能不能喊掉這樣 所以我們就也把它設在 剛剛講的CEC路面下面 那我們安裝模組 會從網路就幾次下載 那要聊一點時間 就先等一下 我們比較多人一行 一行 所以才要 中間才要安排一段休息 這樣子 大家可以一個人照一下 一個人玩一點看 然後我們都不要選擇任何模組 可是之後我們有其他的需求 我們可以 可以再安裝 那我可以選擇在桌面 它最後一個視窗 是問你要不要在桌面 建立連結超連結圖示 我請各位選擇要 如果不要以後再把它刪掉 因為這樣對今天的上課 可能會比較方便 然後安裝結束後 文就完完成就好 所以就從剛剛那個 那視窗我會看到說 看到它這邊 它就是要怎麼連線 連線完它就會出來一大堆 一大堆那個Miro sign 給我們選 這東西因為裡面沒有台灣 所以我才選哪一邊都差不多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KNO.YP 所以我每次都選Miro.KNO.YP 不過也 這也沒有關係 最好是我們每個人 有人選 有人選澳洲 有人選美國 有人選日本 可能這樣子會比較 會比較好 那再下一個視窗就是 就是選擇 就是選擇我要安裝哪些東西 今天我就不用選擇去繼續往下走就好 不過這個視窗等一下會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功能怎麼用 因為它回去可能會需要做不同的設定 最後就是它有問你要不要在桌面 建圖事情第一個 第一個勾勾把它勾起來 第二可能可以自己決定 請問有沒有人沒有安裝好的 連線有問題或者是沒有安裝什麼 那都好了齁 那文中間會有一個我剛剛說 我們可以調過去的那個步驟 就是中間有一個Select Package 這邊其實它的作用就是讓我們 就是之後 安裝新的模組可以來這邊裝齁 其實如果它裝什麼模組其實蠻簡單的 它基本上就要射取的功能 像我剛剛有講說 原端連線它叫做SSH 我就這樣打 這樣打它會卡卡的 因為電腦比較慢 因為我按每個字母 它都會繼續做搜尋 所以感覺會卡卡的齁 這樣它就會找到 找到那個 符合這個 這個字的這個Pattern的所有的Package 它都會 都可以 列出來齁 像我剛剛講 SSH SSH 它在 在Linux 它叫做Open SSH 所以我們就這邊把它Click一下 它就會安裝 那我平常 因為它後面 它這邊是有分說 你是要裝Binary 就直接裝程式 還是要裝原始嗎 大部分情況我們只要裝程式就好 通常我們如果Click前面 它就會幫我們決定 它要裝哪些東西這樣子 對 然後 例如說 就是Linux如果有接觸一些的 如果直接直接有接觸 先會知道 安裝Linux的話 其它有一個很好的 比較dependence 就是 我裝這個東西 不是只能裝這個東西就夠 它會依賴於其他的一些模組 在這個軟體 它是會幫我們把相關的 如果還沒有安裝的話 自己就會幫我們裝進來 所以我們只要直接勾選我們的目標 要裝那個東西就好 我不需要自己知道說 它跟哪些東西有關 例如說 它跟整個Library可能有關 或者是 這些事情 大部分情況 我自己一段時間都不用去管它的 然後 或者是 以下 所以如果 聽不懂這沒有關係 就是說 我如果需要一個Compiler的話 我就會打GCC 然後 這邊 它自己就會 它就會出來跟他拍 然後它是 因為是開發人員的 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邊 就開發GCC 我就把它勾起來 那GCC很大 我這個如果 暫存的話 會裝比較久 那或者是 甚至於 我如果也 想要那個 通常S Window 就是 在DNS我也想要 要 使通界面的話 我這邊也可以 它也有 也有相關的 跟那個Library可以 可以安裝 可以安裝 裝這個東西 我就 就可以使用一些 圖書界面的 軟體 不過這個 我們今天 其實是 是不會用到 我個人用到 這個東西都是 要 要 要連 遠端的機器 可是 遠端的軟體 可是 遠端的軟體是 圖書界面的話 我這邊就需要 裝一個那個 裝個那個S Window 好 不過這個 這個 如果不知道我講的東西 那有是什麼 沒關係 重點是要 要 就是知道說 如果以後需要安裝什麼 可以在這邊先搜尋 然後 然後 就是點自己要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就是點這個 他說S KIP 就表示他 他女生沒有了裝 你把他 影響 就會把原本 修出來 這樣子 我們現在是在繼續 我們就是指請那個 我們在桌面就有個圖示 對不對 我們請把那個圖示 圖示 點開來 就是在桌面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桌面比較遠好的話 可能就要找一陣子 好 就是在這個S KIP WIN Terminal 再把Double PIN 這邊拋出來 那我想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自己在哪裡 這東西 那自己在哪裡 這東西 我一定要自己的位置 然後可以做事情 可能心理上 也會比較踏實 那自己在哪裡 這東西 他的指令叫做PWD 他這PWD 他不是Password 他是說 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就是 PassName of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PWD 請大家 試一下 先這螢幕這樣看得清楚嗎 這 這上面就 看不到 這要沒有什麼 慢慢來 不及 我 他是看不到 要不要 要不要 請 對 看得到 就誤會 不急 是 他 有 很快 不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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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梓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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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梓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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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一定要長什麼樣 我看EA SickWin的Beam Beam底下就非常多檔案有330項目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在Beam下面我們就把它LS 出來了 它的確是很多內容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它用滑鼠中間就可以往上捲 好 那或者是按PageMap PageMap 大家可以試試看是不是可以用PageMap PageMap來接電話 就是如果不用滑鼠中間的話 PageMap不能用 OK 只能用滑鼠中間來接電 那這個檔案我們看到它就只有列檔名 那有時候我們會希望像 像我們這個檔案總管人力 它有很多選項 你可以用圖示 你可以用圖示 你也可以用 用詳細資料 我們剛剛看到的詳細資料 那在文字的介面裡面 我要看類似詳細資料的東西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LS L就是 L就是比較詳細的資料 那然後如果我們希望檔案跟資料夾 它會有不一樣的顏色的話 我們再減減Color 好 那這就是我們就會看到它有 最左邊是那個 是使用讀取的權限 它是哪些人可以用 然後可以用的話 只能夠維度還是可以修改 這今天我們不詳細討論 不過大家這可以去查 然後這是Owner 就是這個檔案是誰的 那這邊比較重要的是 它是 大小 這我常常出現 確實是常常要注意的 它的檔案的熱情 最右邊就是 就是那個檔案的名稱 好 它有示出來嗎 有 有 那如果我們這個檔案的大小 我們會 我覺得這樣子換算很辛苦 所以我們可以 在 剛剛那個檔案 再加一個H H H就是Human Readable 就是 K等一個 那怎麼就會 它就會把我們 換算K啊 Beta啊 那種類的東西 這樣大小 我們會覺得 比較好的 那現在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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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內容還是很多齁 那怎麼辦呢 H 請大家打一個 那個比較少打的字喔 叫做Pype 就是 一直線 這個檔 這個鍵在哪 就Shift Enter的上面 的 跟那個 反斜線功用的那個 那一個 它要按Shift 才會把它打出來 然後再打 S 好 我們看它會幫你怎麼寫 來 好 抱歉 答錯了 是 跟LH 好 跟LH 好 好 它會發 會發現 它就 它在那邊就停下來 好 停下來就是 它是 Las是一個小程式 它 它 它是要幫我們 之前那個指定 得出來的結果 幫它做一些處理 處理什麼呢 就是做分頁 所以我們就可以 可以在這邊看下一頁下一頁 只要按Space 它就可以跑到下一頁下一頁來 好 然後呢 在Las下面怎麼辦 這事情很重要 所以請大家看一下 頭裡面右邊的這個 這個說明 就是你要看 上下就是PageUp PageDown 不過PageDown的部分 你也可以用Space來取代 Space就會往下走 PageDown也往下走 好 你如果不要走那麼多 你就用上下鍵 就會像現在這樣 開始直走一行 好 你如果是PageUp PageDown 就一次跳 一次跳比較多 對 另外一個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鍵 因為對出選擇 這個不差很痛苦 就是 我怎麼離開 就是G 就看到我這個冒號 就可以打Q 他有的時候 你他冒號沒有跑出來 就先打個冒號 再打Q 他就會離開 那Q他就離開了 那Q他就離開了 好 現在還是在Less下面 請大家實施一下Less的操作 那然後 在Less如果什麼 H 是HELP HELP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資料 這個 我今天 這裡只是講 講一小部分 不過以後大家如果比較熟了 就像有些事情相信 覺得應該不可能這麼難操作 一定有個什麼快捷鍵 或什麼 我就可以來這邊找一下自己要的東西 好 那一樣我要離開HELP 也再按Q 按Q的話 我還在Less裡面 只是我離開 離開HELP 我再弄一次 我按H 就是進入HELP 好 再按Q 就離開HELP 就離開HELP 還在Dess 我要連這個都離開 我就再按一次Q 他才會離開 然後這邊 有一個 我們按一個大寫G 就Shift的G 他就到最後一行 然後 然後小減G 就會爬到HELP 那如果我要 第100行怎麼辦 我就打100G 100小G 請大家稍微玩一下 因為這個 我們要瀏覽大的檔案 這是一個 第一個最新的方法 就是他不會把整個資料都緊急 或就是你還是可以 他也可以在裡面瀏覽 這樣子 這我用Windows的 其實可能是怪不得到這件事了 它應該很小的 他應該會有解 你可能是外地人 今天也可不得到 能夠�它 別人 可以不得到 你不能去 你的 快樂 你不能吃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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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我們這達指令都很辛苦 現在要 要說一些最基本的技巧 怎樣可以不用每個字字語 這樣乖乖的大 我現在要到一個特殊 我要到 叫做 sick drive的方式選 web的那個 the root the folder 一個叫sick drive的 the folder 我就打ls 斜線 再加檔 cy 然後按tap 沒有的話就按cy g 再tap 就是如果tap一下沒東西出來的話 就按兩下 就會發現 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開頭的字有哪些 就是當 你打開頭 然後打tap 它就會幫你補齊 如果沒有別的選擇的話 它就幫你直接補齊 然後如果有別的選擇的話 你就按第二下 它就會把所有的選擇列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 剛好我這個 setup有改過名字 所以 所以它就 它就 cyg的開頭 所以它才不會自己補齊 我再多打 tap的話 它就會自己補出來 大家試試看 cygb 然後再按tap 它就會幫我補齊 然後enter才大會有什麼結果 其實如果我們要去很複雜的路徑 它也可以這樣 就是 一直tap 然後它補不了 我們有時候tap 來看它要拿什麼 像我忘記了 的路徑 就是 它就會幫我們提示 如果我們記得它開頭戴子 是 是這樣什麼樣 我們就 就是 就一直tap下去就好 很好 好 在這裏 看到 我 在這裏 吱吹 都 是 很危險 所以 這邊 有 是 这个东西是要连接的 所以说它会连接的行业 可以连接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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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在C 他就看明C 这边是小的 好 我们看到的它底下 这边可以看到的是不一样 它列出来是什么 就列出来是我们硬碟的 我们硬碟的所有的 的那个 连接的名称 它这样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说 我们在Sigwin 这个 Sigwin这个世界下面 它最顶层 它是 它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的路径 反过来就是说 那这样我如果 像我 它跟外面的世界 就是它的C 里面的东西 我要怎么拿到 实际上我就是 从这个Sigwin 它就Map到Sigwin 底下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我如果打CD 然后我刚刚有C了 所以我就打CD 然后呢 我现在到一个特殊的地方 它叫Program BIOS 可是我们知道Program BIOS 中间有个 空白 空白都比较讨厌 所以我自己用 弄的双顶套 然后 在另一个世界 大小鞋 是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 就是它 这都叫Case Sensor的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要 它不会掉 好 等一下自己打Program BIOS 好 我们就会到 我们就会到 那个 到Program BIOS 下面 那边 对我 刚好这边是 双顶套这个套 它好像是没跳出来 不过我再 我看它就是 是不是因为双顶套的关系 它有时 它自动 我要看它做到什么程度 它并不是 对它并不是很完美 我这一波直接降时的话 它会变得空白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接手 工作 这就是我们如果要去 那个有空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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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路程 做好 拍摄 Cas 我认为 终于 Cas 是 Cas 前一張頭影片有一件事情我都要先再補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是路徑它會自動幫我們補 它其實指令它也會自動幫我們補 所以我按一個像PWP這麼簡單的指令 我們自己會記得 如果要它補的話 我們可以按P 雖然講的Tags 就是說有禮拜五十個四個你真的要它補嗎 那我就不要不過大家可以試 要我試試看它可以這麼快補出來 然後我不要 可是它原本那個P它還是留著 我剛剛打的G它並沒有幫我們遲掉 它還蠻貼心的 這個P還在 那我再按WP按兩下 它選擇就不多了它就直接補出來 然後變成沒有因為它太短了 我們已經會給它補 所以就 就就就就是那個指令它也可以幫我們 幫我們這些東西 就是其實如果有比較長的指令的話 自己進入清楚的話 它也可以自己幫我們東西 然後就出了 那再來就是如果剛剛打過的指令 那再來就是如果剛剛打過的指令 我看怎麼辦就上下一個線 你看我上就是PWG 再上面就是我CD的那個指令 那我剛剛有一個中間式的 它不算指令 因為我沒有真的剛剛輸出去跑 我並沒有下這個名字 就已經有一個名字 它不會跑出這個中間 因為這種打一半就沒有用 就是真的直接出去以為它太短 那所以我就可以往上網上 就是我執行過的東西它會提醒 那然後我們選到我們要的 我們選到我們要的 我們再按Enter 它就會它就會執行 不會執行那個東西 那所以比較重複的指令 如果發生了不久 我們就都上下線在Enter就好 那再來就有一件事也是常遇到 就是有時候我一個指令組很長 打很多 後來打到斷掉了 可是我怕一Enter下去 它會執行 就是它會怎樣我無法預期 可是我如果 那我早把他刪掉 我這樣刪 可是我指令可能很長 這樣刪很累 那怎麼辦 其實你要打什麼東西 你要把它放棄掉 就按個Ctrl-C 它就會跳過它 它就不執行了 請大家試試看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用文字 命令就是會有很多這種小地方 我們就要困擋 所以可能就是 大部分困擾我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 都是有辦法解決的 因為 我指令這東西 已經有好幾十年歷史 就是 部分會困擾我 其實大部分都有辦法 然後我今天上課 也可以基本的 之後 就是 有需要可以再 你慢慢去找 找越來越多的技巧 或者可以Google 我個人在當學生的時候 那時候就 那時候就是 UNIX就已經很順行 那時候都覺得說 UNIX怎麼都學不起來 那時候有一個學長就跟我說 UNIX它是一個口傳的東西 真的是需要有一個人 先告訴你怎麼弄 然後 然後那個 然後你才能夠繼續往下學 然後後來 我 我個人是 連那個數學 純數學背景的 是後來回國才 才走資訊 然後其實我在資訊 是幾年 我 因為我其實 我主要工作不是在 Linux的環境 所以我也不會用這些東西 我都只有最 只有最基本的觀念 是到現在這個 在神醫所這一個工作 也是同事教我的 所以這東西真的是一個口傳的 至少開始是要口傳 當然你要進一步深入的話 就 就可以個人用自己的方法 我認為 之所以需要口傳的原因 就是這些事情 就是 要不然真的是很容易很挫折 雖然都是一個很小的技巧 那再來就是我們打過哪些東西 如果我們打的指令 不想再重湊一次 搞丟了 可是它發生在沒多久之前 我們就打history 它就我剛剛的指令 它就會列出來 好 那 history 如果很多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 可以再拍個desk 就我們就剛剛那一張desk 好 它就會 就會幫我們分頁 那我就 我們看到的話 就記得是 這個指令在哪裡 那 目前的指令都 非常的短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價值去 去用 就不直接打 不過我現在 我早上找到長一點 我就用 第六個好了 那我現在離開les 打q 那這樣子我要第六個 我就是打 金炭套 6 它就會 直接執行第六個 這個指令 等一下請大家練習一下 那這les的 的這個 為什麼叫les 我覺得大家比較簡單 就把它想像成說 我不要看那麼多 我一次看少一點 叫les 不過實際上 它取那個名字是 不是這個原因 原本是 那個指令 在unit叫做more 就是說 我一次先看一頁 然後再按more 再按一下再看more 後來他們在做linux的那個時候 就是那時候unix 它是有版權的 所以他可能 他不能夠稱 把它稱為 把它稱為more 所以他就把它稱為less 因為聽說聖經裡面 寫more is less 所以它是這個原因 所以它是這個原因 對 可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 就把它想成 反正我要看少一點 那也不錯 所以就寫less 不過現在因為 後來就沒有那個版權限制了 所以 我在這邊沒試過 不過可以試試看 就是我應該打more也可以 如果沒有的話 說不定我也可以打 再安裝一個more 看一看 不行 好 那可能是要打安裝 如果再有的linux 我就直接more跟less都可以用 好 那在history 請大家 試一下 大家都試過了嗎 然後我現在如果走到遙遠的地方 我要回家的話 我就打兩個compter 一個是cd 我就會回家 那這個加號就是 它代表就是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就是一個波浪 那個還是叫什麼 那個 那個字有叫什麼 Kilda 好 那這個 這波浪它位置 是在 那個 caps lock的上面 上面 它也是要i-shave才可以 才可以 才可以走到的 那Kilda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路徑 它代表是一個路徑 就是我自己的home 就是我這個user的home 所以 我要回家 另一個方法就是 按 這樣子 解析座的關係 這不是e-home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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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Tilda 好 這樣子就是我回家目錄 像我們走到 很遠的地方想要回去的話 可以 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家應該學會說 我們去某地方 我可以用相對的方法 上一層 下一層 慢慢走過去 有另外一方法就是 絕對路徑 就從根目錄裡 都打下來 如果懶得打 名字的話 我們就用TabTab 給它一直往下走 那然後剛剛我們都在看了 我們都沒有動 接下來我們 我們可以在這邊做一些東西 首先 我們 我們在home下面 我們先做一個 請確認你在home前的 在你檔案 一起弄其他地方 做了一些 弄了一些垃圾 很大 Mac 然後我們再看看 Library Library 拿錯了 拿錯了 因為是Windows關於的Tab 還有時候會ESD出來 不過 Evidence 它通常都沒有ESD的 所以 其實它這兩樣 還是都沒有關係 好 然後我們在歷史上 會發現它裡面 做出了一些東西來 好 那眼見為憑 還是到 檔案總管看一下 好 它做了一個什麼 你看我們檔案總管 它看我們用指令 看到的其實是怎麼拍的 這樣子 它是差別什麼 它差別什麼 它差別什麼 我們在檔案總管 我們在檔案總管 然後我們看到 開頭的檔案 這東西它其實是 隱藏檔案 隱藏檔案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用 明明點也可以看出來 問Ls加個參數 A 它就會列出來 不知道它會不會用 不同的顏色 就這樣 它的 它會不會用不同的顏色 就這樣 它會用不同的顏色 或它顏色的規則好像 就是 好 好 好 那如果我們看到 它如果是入境的話 就有另外一個顏色 好 A 就是 我沒有去查 不過我是把想成 就是Paul 好 好 那我們再把剛剛 做的東西 把它刪掉 我們就RM 好 因為這個東西 所以你隨便打印開頭 TAB 好 RM 就是TAB 它就會自己改出 好 好 好 然後按NANT 它就可以 所以不能移除 因為這東西 它是移的資料夾 要移資料夾 什麼意思呢 要移資料夾 我們必須要用 我們必須要用 -R 好 就是 它才能夠移除 好 好 這個 檢查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查一下 齁 我們就是打個 MAN 然後 後面是指定的名稱 RM 這是什麼意思嗎 MAN 這裡不是很難的齁 它指的是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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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安裝的那個 預設的 預設的那個 Sequence User Package 因為它連文件也都 也都進來了 所以我們用MAN 都可以看到它的內容 好 那 我們看到它這邊有 檢查 好 這個檢查就是 就是 取核時間的意思 它底下還有一個 -F 這個 這個FORCE 它是很重要 是說 它刪除之前 它不會 它刪除檔案之前 我如果沒有加的話 刪除檔案它每個都問到 你是要刪它嗎 你是要刪它嗎 如果我資料夾裡面 有一萬個小檔案 然後 你用-R 30可以刪 不過它會問一萬次 那-RF 它就 它就不會 不會給個問題 不過當然F的話 就是 就是比較 比較兇嘛 它就真的三分 所以它不跟你確認 所以 用這動作要小心 你不會比較自己 可以 可以那個 可以試齁 那我這邊就 我這邊再做一次好了 那我現在如果 如果再 再 再彈的話 我現在 如果 它給我 它給我 是全線的關係嗎 OK 好 沒關係 這個 只是 大家只要記得說 所以如果 它會有問題的話 覺得很煩 就把它D下來 然後再加一個F 然後就會強制 它全部都 都刪掉 然後現在再來 我們做深一點 我們假設 我們要做的資料夾 是 我們做A的資料夾 A的資料夾 下面有個B 然後B的資料夾 下面有個C 好 那我就 MA DIR 然後 A B C 好 因為我剛剛都講 就是 Windows的路徑 它的習慣 像我們在這邊 還點一下 現在看不清楚 大家看自己知道 會發現說 它這邊斜線都不反斜線 可是在 在Linux的世界 Linux的路徑 都是整個切線 好 所以這兩邊 它是 它是相反的 好 那我也可以 這 到A下面再放 B再放C 它放什麼 它就不能建立 目錄 為什麼 它就是說它建立 這個C的話 發現上面沒有 AB這個位置 所以它不能夠建 好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也是 就是 呃 我們 我們 也是一樣 做好 就是 減B 減B 好 這樣它就成功了 那在答案同文這邊 它就跑出個A來 下面有個B 下面有個C 下面有個C 上面它就可以 層一層 A B C 層一層 把我們建造 A B C 不好意思 這橫子太小了 大家可以再記得 自己的電腦上面看一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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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成功了 嗯 那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寫P是什麼意思 好 那個 在Less裡面啊 我們如果要找 要搜尋東西的話 大家試試看 就打 在這貓下面 大家打一個斜線 找你要找的 的資源 找你要的資源 然後就找出來 所以我剛下的寫P 它就說是Parents 為什麼要 要它 要它建這個東西 它就叫做Parents 它的意思就是 它後面講說 如果 需要的話 就把Parents 跟Referee一起點起來 就是它上職 如果它需要的話 就點起來 這是它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特色 第二個特色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重做 就是如果你已經有 那個資料以下 你它再重做的話 它不會抱怨 它就是 你如果沒有 沒有減P的話 你有那個資料以下 你要再一次 NKDIR的後面 它就會跟你說 已經存在了 可是你如果加減P的話 它就不抱怨 它就這樣做 沒有的話 幫你建 有的話 它就 它就 它就留著 然後沒有Parents 的認證 它會幫你建起來 這東西 比較常是 在我們寫 寫那個P次之間 指定 比較常需要它的技巧 在我們自己 一行一行 教師是比較不重要 我只會休息一五分鐘 因為剛才休息比較不久 我只稍微休息幾分鐘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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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